一頭壯碩的長宗山羊出現在桃山瀑布布道 快速穿越觀景台 讓現場人員又驚又喜 長宗山羊是台灣最大的野生牛科類保育動物 提前可以長到山羌的五六倍大 平常在武林農場布道幾乎沒有機會看到 由於垂攻疫情三體警戒 武林農場修院將近一個月 這段期間沒有遊客入園 園區內生態大爆發 許多野生動物紛紛出現相當熱鬧 同樣出現一些朝客的海有雪霸公園 白天的森林園區竟然看見非常稀有的 藍富賢媽媽帶著小朋友悠閒在布道上 觅食嬉戒 另外這日記鏡頭拍下一頭山羌 深夜限制的大樹棚 兩顆眼珠特別明亮 好奇的往管理站咖啡廳前觀望 學霸國家公園也配合防疫沒有人類的足跡 卻讓野生動物紛紛現身 顯得特別優災 看似這波疫情下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 報導新聞綜合報導 明神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